几天前在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 有香港民众遭到中方外交人员压制围殴 然后被现场的英国援警救出领事馆领地 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而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 自扰分子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 危及中国外交管设安全 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 希望英方切实履行责任 采取有效措施 从画面中能看到香港民众在领事馆外抗议 引起官方不满 总理是郑熙元甚至跑到人行道上 一脚踢倒抗议标语 在港民被围殴时也只是站在一边旁观 引发广大抨击声浪 不可理喻的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本身是可以有一个自由在那里 讲我们任何的东西 但是无奈 这个就是我们出来抗议的原因 英国外交部在18号晚间召见了中方临时代办杨小光 表示中方必须尊重人民在英国境内和平示威的权利 应向特拉斯的发言人也表达对此事的忧虑 并且大曼彻斯特警方也表示正在进行调查 虽然外交人员具备豁免权 但发生在领事馆区域内的刑事案件 依然受到英国法律规范 华语新闻刘清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